美国国务院将落实西藏旅行对等法,美国国务院的一名官员12月4日表示,将支持参议院外委会通过的西藏旅行对等法,一旦该议案成为法律将采取措施落实尽管中国官员能够在全美自由旅行。 但中国严格限制,包括美国人在内的外国人,进入西藏旅行对等法,要求中国政府允许美国记者、外交官和游客不受限制的前往西藏,美国国务卿每年必须向国会递交报告指证涉及相关限制政策的中国官员,这些官员将被限制进入美国。 据美国之音报道这一法案还指出,美籍藏人在试图申请签证去西藏探亲或朝圣时,总是会受到中国使命馆的歧视性对待。 该法案由马萨诸塞州共和党参议员麦高文·James B. McGovern在今年4月提出,9月25日在众议院通过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11月28日一致通过后, 法案还需通过参议院并经总统签字才能生效。 美国国务院早些时候趁2011年5月至2015年7月期间,美国政府官员共提出39项外交人员访问西藏的请求,但只有四项获得批准人权观察组织说,进入西藏比进入朝鲜更困难。 来自科罗拉多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加德纳州二主持,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东亚、太平洋和国际网络安全政策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家, 德纳说很少有美国外交官被中共当局获准进入西藏,就像很多记者和外国游客被拒绝进入西藏一样。 这项法案要求美国国务院确定对阻止美国人进入西藏负责的中国官员,作为对等处理美国国务卿将禁止这些官员获取进入美国的签证。 本件来说没几句话,我看你了解了,是一个人都在做过,是一种人认为卖带的东西藏负责的东西藏负责的东西藏负责, 这是一与的类药负责的东西藏负责的东西藏负责的东西藏负责不散,